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的年龄比孙亚东整整大了10岁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金厂的画面 在简单裁判在介绍注意事项的时候 双方只有直接无视不正眼看孙亚东 比赛开始后 双方就做出非常嚣张的动作来挑衅孙亚东 这直接激起了孙亚东心用的斗志和怒火 接下来孙亚东以说我们的扫地暴力对手 而后被再次暴力的双方进行开始嘲笑起孙亚东 紧接着双方长双方以后手权中击 接下来被再次中击的巴仙库 马上选择去长暴孙亚东 而后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的龙边惨斗 不过双方马上将孙亚东暴摔倒地 接下来双方很快再次回到龙边惨斗 而后巴仙库又再次抓住机会将孙亚东暴摔倒地 不过孙亚东马上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放了过来 将巴仙库反压在了身下 接下来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的地面惨斗 而后孙亚东站了起来以连续重拳暴的对手 紧接着巴仙库为了防止被再次中击 用双脚试图想要将孙亚东登开 不过孙亚东马上猛扑上去 做出了一个拿背的动作 最后孙亚东遭受机会 一记背后裸甲直接击对手 赢下了比赛 巴仙库也被彻底打服了 全场比赛下来孙亚东经营 又舍不到一个回合的时间 就将对手击了 也让人们看到了这个UFC中国星星的硬实力 也期待孙亚东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看精彩体育赛事 由我大舌头相棒 我们下期再会